LAYO 了世紀 平靈榮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別的天梯 勢必是遊牧對戰 這應該不是天梯喔 這應該有可能是 Viker他們自己約戰出來打的 這場比賽有非常多的頂尖選手 像米派、Viper、Balance 這位選手我有印象他也蠻強的 但我跟他不熟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多介紹 我們平常常出現的 YOU 丹尼爾 EAA-003 也都在這裡 我記得這位 他確認是不是中國玩家 還是香港那邊 有點忘記了 EAA-003 總共言之呢 這邊的兩邊對手 是一個很有看頭的 勢必是遊牧團戰 好 那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遊牧這張地圖 遊牧這張地圖的話 顧名師有 開局大家要自己選擇 自己要下的城鎮中心 在哪位置 那位置呢 通常是取決於你是什麼樣的文明 通常需要打寶兵的文明 像西班牙或是緬甸 這類的文明 就會比較需要開在石頭旁邊 這樣你才可以確保 自己有穩定的石頭可以做使用 或是要開在黃金礦旁邊 也都是可以的 那盡可能你這些地方 要有黃金 要有這些鹿肉支援 還有這個豬肉 會更好一點 所以也不是說你想開哪裡 除非你真的找不到任何好地方 就只能隨便下個地方 像這個青色這樣子 因為你的城鎮中心 越晚下 就代表你的經濟 就比別人越差 就會落後於人 你的開局 就比別人不好 所以也沒有辦法這麼 追求完美 極致 所以有限量還是會開到一些 木頭旁邊 那麥牌這邊則是開在石頭旁邊 這邊看到日本是 就是隨便開一個地方 其他人的開局方式 都是蠻正常的 那除此之外 游牧還要先拉給一隻村民 去碼頭 去下一個碼頭 那下碼頭的一個細節 就是你要下在這個海邊去旁邊 那你下完之後 這個村民就會去旁邊直接撈魚 撈到的魚 就可以直接收到這個碼頭裡面 就可以自己產生肉類了 就不會讓你前面 很容易會有斷村的問題出現 那當然你的路上還是要趕快去伐木 按出第一艘漁船出來 那你有第一艘漁船之後 你的肉量或許就會特別快速 但是你要特別注意 因為你有按漁船 跟村民的情況下 是很容易卡人口的 所以你通常按完第一艘漁船之後 就馬上去用這裡的村民去補房子 那為什麼是野外的村民去補房子 是因為家裡的村民要繼續伐木 或是吃肉 出肉啊 入肉啊 或冥養之類的 這個地圖有冥養 但是通常都是跑去探主 所以冥養不太會吃 那這個村民呢 在蓋房子之後再繼續補魚 因為這個魚喔 只有150樓 吃完就沒有了 就一定要到別的地方去補魚啊 或者是 拉豬啊 或者是蓋房子啊 或者是去旁邊 查個燒蛋之類的 所以喔 通常還是會用野外的村民 去做這些事情 這個算是一個小小的細節 如果大家有嫉妒這件事情的話 遊牧的開局 會再更順暢一點點 因為細微的差異喔 往往會讓你跟對手打出一些差距來喔 好 那目前看到漁船的部分喔 通常喔 是會出到4到5艘 那多至7到8艘 那是什麼意思呢 是因為喔 4到5艘的話 就算一個正常的投資資源 因為如果你再繼續出下去的話 你又沒有打海 或是你們隊伍打海打樹的話 就會很虧喔 那4到5艘的話 算是一個 可以合理填損的一個數量 而且也不會影響到 你要職程啊 上職程啊 或傷精氣 或是封建快攻的一些 作戰方式喔 不太會有這些問題出現喔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喔 如果你真的怕出太多的話 可能出個4艘 或是 不要出到什麼10幾艘喔 結果你的隊伍打海打樹 結果你的漁船也逃不掉 全部燒毀 你就把所有的激盪 都放在同一個藍之力喔 就會很危險 除非你本來就是打算喔 你就是要報經濟一步喔 直接報到 對方來燒你漁船為止喔 你就不繼續出漁船了 那就另當別論了 但是我不太建議這樣做 雖然還是有時候會看到 一些高手會這樣子玩 但是非常非常少 而且他們是有計畫性的 好 那目前看到白鵬人 準備是要來打一個正常的開局喔 應該是直層喔 因為如果是要打封建快攻的話喔 通常這個時間點喔 要來準備點這個城堡時代喔 不是什麼 封建時代喔 講錯了 這個豬差點回頭 那如果是要直層的情況下 通常會再更慢一點喔 但薩拉森人 啊 城堡時代有什麼好打呢 工兵 沒了 工兵投車 老頭 大概就這樣子 好 先來介紹一下文明好了 發現沒有介紹到文明 一直在講這個地圖方面的東西 好 那薩拉森人呢 在團戰來說 主要是城堡時代喔 打這個駱駝為主的 那駱駝來說的話 他有血量上的天生優勢喔 再來就是 他的工兵呢 有打這個建築物的傷害加成喔 但是呢 他的傷害加成喔 在 遊牧來說 並不是那麼明顯 因為通常遊牧很難為死的 所以這個工兵 射牧牆的部分 會比較偏少一點 因為比較多看到的是 上下車人後起 會轉出奴隸兵 還有投石車喔 還有落頭單位為主的一個搭配組合 那接下來看一下 MIPER的隊友 好 隊友是 藍色 那目前呢 我們已經把這個顏色喔 為這個 銅色細掉的 所以可能 色落觀眾們喔 可能也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 他的隊友是孟家人喔 孟家人喔 在團戰來說 表現喔 算是中規中矩喔 不會太強 但是他的老頭喔 在城堡時代非常強大喔 天生雙三房的關係喔 所以讓他的老頭 生存能力更強一點 而且也可以搭配自己的工程戰象 進行工程 那可以的話 再讓隊友出點工兵喔 在後面喔 進行保護自己的投石車 還有自己的老頭的部分 因為如果你出老頭的話 對面 駱駝阿 或者是 騎士喔 都可以用招響掉了 但是長槍兵阿 或是步兵的話 一定要用工兵去處理喔 那這就屬於比較搭配戰術的問題了 好 那繼續來看一下他的隊友 還有 好 青色這一位 那先是屈子如人 屈子如人的話 也是比較偏向於 這個城堡時代打駱駝 那也可以看情況喔 去處這個閃避嘛 去針對對方的工兵喔 所以算是在團隊來說 在城堡時代 比較彈性的一位文明 並沒有那麼的 一定要怎麼做喔 才可以怎麼打 之類的玩法 所以他算是 是橋河型的 團隊文明 再來看一下灰色的 這個灰色難找喔 在哪裡呢 奇怪 怎麼沒有看到 在隔壁而已 哈哈 每次看這個灰色 在地圖上都很難找 因為他有點偏白色 那法蘭克人的話 通常也是後期打19有效 城堡時代的話 通常是打一個寶推喔 因為城堡造價很便宜 不然就是直接3TC開農 然後直接轉 城堡時代滿爆 也都是在遊牧上 比較常見到的一些助戰打法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 對手 對手這邊是選擇了 黃色 那黃色是哥德仁 哥德仁的話 在城堡時代來說 會比較無力一點 當然也可以打這個常見兵戰術 但會比較不推薦 所以很容易被擋下來了 那最多喔 這個 很有可能喔 哥德仁也可以在城堡時代 打這個騎士喔 畢竟二宮跟房其實都有的 雖然吃不到這個 步兵消耗減免喔 但 哥德仁的騎士 城堡時代也是能出的 看一下紅色喔 紅色是在位於角落的部分 而且他又是日本 所以他打海的機率 是會更偏高一些些的 我們看一下他有沒有打海 沒有打海 直接棄海了 結果打海的是 哥德依歐這邊 日本這邊的漁船被騷擾了 其實有點傷喔 因為日本的漁船有這個經濟加成 骨魚速度更快一些 這邊看到 孟加拉人 藍色 米亥也是出了兩艘戰船 開始在出 繼續出喔 這邊是由米亥來打海 因為他也是偏於邊邊角角的 而且下方就是隊友 所以他這個位子 也很適合打海 那至於誰打海 誰打路 這個都是看你的 開承認中心的地緣決定的 如果你旁邊有人的話 就不能打海 那你通常要跟對手去 交戰 所以本來去打海 那右的旁邊 本身也是隊友 但 哥德打海 我覺得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哥德能打 城堡時代能打的東西 並不多 這個他們可能有溝通調配好 OK這邊戰盡 確實騷擾到日本 還有白河這邊的漁船 漁船數量一直在往下掉 看到其他的隊友 繼續講日本 日本在游牧來說 會比較偏向於打海戰 還有這個打日本武士 或者是打槍兵的部分 長槍兵 都是比較適合他的 日本武士強奴 長槍兵 都是比較常見的一個做法 除此之外 也可以打這個大型箭塔 因為日本的箭塔 箭矢數量也是特別多的 所以也比較建議 去打這個塔攻 配日本武士 也是一個很好搭配 接下來看一下緬甸 緬甸的話 就是團戰之鬼 因為緬甸的飛鏢騎兵 可以有效克制住 城堡時代的騎士追擊 甚至聚在一起的工兵 也可以打得贏 所以緬甸人的飛鏢騎兵 基本上是萬能型的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沒有太大的弱點 但是他最大的弱點 是到帝龍時代 對方成型之後 就很難打贏 對方強奴 甚至這個遊俠之類的單位 還要一直持續拉打的話 你要把非常多的手術 空在飛鏢騎兵上 防火會讓你的經濟受到一點傷害 甚至讓你的暴兵 暴不太起來 而且緬甸的這個單位 是比較吃木頭跟金的單位 所以後期的經濟量 調配也是蠻重要的 那果然是打飛鏢騎兵 那伯伯仁呢 是比較適合打駱駝公兵 團戰的部分 雖然也可以打騎兵單位 而且有這個單位減免 但考慮到各種情況下 還是打駱駝公兵 比較適合一點 直接把他當成吸陣 或蒙古圖技來打 也都OK 問題都跟緬甸一樣 都是吃木頭單位 木金 所以經濟調配上來說 要特別注意一點 不能把這個補魚補過多 然後自己田又灑太多 然後造成自己的肉太多 木頭太少 黃金太少 出不起來了 這個是其實蠻常見的 一個實戰上的問題 那看到大家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 只剩下右這邊還沒有升上去 結果家裡已經開始被騷擾到了 但是這邊右的戰劍 這邊還是有做到一些事情 甚至可以說是做到了很多 這邊戰劍還是B20回去 孟加拉人這邊戰劍也是特別厲害的 因為他這邊戰劍會自動回血 所以在海戰來說 多多少少可以拿到一些海戰優勢 比較特別的是 孟加拉這邊也可以打海 薩拉森其實也可以的 薩拉森我記得他有這個 毒炮戰劍的攻速加成 好那這邊看到目前雙TC 開農去著羅倫遇到對方駱駝兵 直接用自己的老頭 著想對方B20回去 那遇到駱駝兵的情況下 城堡時代初期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太多方法可以去解決 用戰毛兵跟老頭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工程器也可以 但要小心被擺給 這不問題 好這邊轉工程器製造所 可能是要轉頭石車 去砸上面的城鎮中心 還有左邊這裡 那駱駝公兵的部分 目前還是有可能被壓制住喔 但這邊還是可以騷擾到 驅逐羅倫這邊挖木頭的村民 來看一下左邊 左邊的部分 緬甸這邊轉入了一些 背標奇兵 但還是有讓這邊紫色 殺生人Viper 受到一點小小傷害喔 這邊城鎮中心直接棄手 這邊來不及拉這個石牆 好 飛標奇兵過來保護一下 投石車 但如果飛標奇兵過來 就可以用村民去射飛標奇兵 好 這邊駱駝繼續被招牆掉 只剩下四隻的單位了 這邊解的很不錯 用少量的閃避馬 加上老頭 解掉這坨駱駝公兵的騷擾 好 公家人這邊是毫無還手之力喔 所以你要趕快回家 但這邊已經有大量的 也不是大量喔 三隻駱駝公兵走過來了 可能還是要拉一下 不然村民會損失太多 好 右邊這邊 中國高手 右 正準備升到城堡時代 那戰進的部分 並沒有一直往前推進的感覺 而是追到右邊 左邊的部分 還在小打小鬧 法蘭克人這邊結果也是打海 法米亥跟法蘭克人都打海 這就有趣了 他下方 法蘭克的下方就是緬甸 但緬甸這邊已經圍了大石牆 所以法蘭克並沒有很有很高的興趣喔 想要去攻擊 但其實要打的話也是可以喔 這邊直接插一根城堡 可以插爆他這個牧區的村民 甚至可以有機會打出一個缺口出來 好 緬甸這邊大量的飛鏢騎兵 其實做到事情感覺有點少 以緬甸人這個文明來說 應該可以再更激進一點喔 去不只打Viper 也可以去打別人 好 Viper這邊直接轉出了非常多的老頭 直接在後面直接招搶對方的飛鏢騎兵 目前招搶到的數量只有 兩隻 三隻踩隊 三隻飛鏢騎兵做個反擊 但是裡面城市中心的箭矢傷害打得非常高 但是正面的三台衝車傷害實在太強大了 直接把裡面的村民硬頂出來了 Viper最後還是損失了自己的城鎮中心喔 好 上方的城鎮中心 結果又被蓋了一棟城堡 目前戰力上已經輸出了Viper 這棟城鎮中心 可能還是要繼續棄手 繼續往後被逼退了 那中間的部分 頭子車中午出來 駱駝弓兵稍微被壓制住了 然後這邊可能要叫閩甸回來救 但如果閩甸回來救的話 正面的Viper就不會被壓死 這邊就有點看 各方面的單兵對打的問題了 好 雖然這邊伯伯有挖石頭 但還來不及挖出一棟城堡 這邊看來是要選擇放棄了 那這邊放棄之後呢 也可以考慮直接到右邊喔 這邊直接插一個城堡 直接吃兩個城鎮中心喔 但是在插城堡時候 特別注意喔 這三台頭子車 要是不解決掉的話 插城堡的風險代價可是會很高的 好 那目前看到上方的緬甸 已經讀下一個修道院 稍微要來反制一下對方的工程器喔 或者是其他東西 因為緬甸人的修道院科技是半價的關係喔 所以也很適合打這個生頭戰術 甚至用這個 趕快判一下修道院裡面的科技 OK果然判了一個科技 判了一個草藥治療 半價的草藥治療非常的划算 好這邊頭子車子想要炸結果沒有炸到 結果使用大量的自己的老頭 去招搶對方的工兵 對方的工兵單位也是被招搶到了快一半的部分 血量也是被炸掉了一些 其實受到傷力蠻多的 左邊的村民被炸到了一發 損失了三到四隻的所有村民 但正面的駱駝工兵可能要被解光了 因為自己被招搶到的駱駝工兵也在輸出當中 後面的三隻老頭還在持續招搶 看起來波波還是大虧 驅逐人還是有點偏賺的 法蘭克人這邊果然是穩穩的 三到四TC穩穩農上去 還轉了一些海戰進行防守 但丹尼爾日本這邊也是轉出一些老頭 去招搶海戰的戰艦 那目前戰艦的部分呢 這個孟加阿倫有點放棄打海了 反而是由哥德這邊 又這邊拿下海域的優勢 這邊海戰可能要打輸了 日本這邊果然也是轉了一些火戰船 進行防守反制 那陸戰方面還是靠著緬甸 還有自己的驅逐人 兩邊做一個激烈抵抗當中 那麥可現在是有點且打且退 對阿膽很好 算是有點小小重傷了 最近被拆了兩個城鎮中心 經濟上一定不會好到哪裡去 而且現在又斷肉 海上的魚肉又不能吃 所以現在Viper要復活 要需要花更多資源 去轉出自己的肉類 還有城鎮中心 才可以好好的存活下去 那實際上來說 緬甸已經秒殺了異價 這也就是團戰之骨 多麼難守 連Viper都快守不下了 好 驅逐羅倫這邊轉入一個投石車 還想要再繼續用投石車打嗎 但投石車只能砸一發 應該就要被點掉咯 異人飛鏢騎兵 打投石車傷害其實也是很高的 哇 結果直接拉走 沒事 好 砸了一發 好 下面的灰色法蘭克人 開始轉出帝龍時代之後 重中騎士也補下了 192遊俠即將出關 法蘭克就是要打192遊俠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好 果然在後方補了一個城堡 但這個城堡沒有點這個異級色的關係 其實根本沒有射到緬甸的村民 但一樣可以打出一個破口 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順便拆一個市井 好 上方非常多的飛鏢騎兵喔 這個數量應該是可以秒殺 對方的重裝騎士了 192遊俠可能會有點困難喔 除非踢的超近 然後全部都打到 還有精銳的情況下 才有可能秒殺192遊俠 好 重裝騎士 直接上前 但是果然是團戰之鬼的飛鏢騎兵 打重裝騎士的傷害還是特別高 但是自己的飛鏢騎兵數量也是瘋狂下降 但依舊還是拿到了數量上的優勢 重裝騎士這些數量還是拿不下來 飛鏢騎兵的數量 好 反而可能這邊再存一些資源 可能不能再繼續存資源了喔 只能用重裝騎士喔 加上這個三級反喔 先稍微擋一下對方的飛鏢騎兵 那飛鏢騎兵喔 在之前的影片喔 有稍微講錯的東西喔 是把他講成他的傷害是近在傷害了 那他其實傷害還是遠程傷害的 看我的生源記憶裡 好 反舊以前是近在傷害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錯誤 還是這只是夢一場 有點忘記 好 飛鏢騎兵直接出現 還是那是HD時代版本的免電 HD版本跟現在決定版 我記得改動東西其實也蠻多的 好 那自從騎士繼續出來 當然一樣喔 這個沒有辦法擋住飛鏢騎兵的騷了 一定要等遊俠啦 不然就是要轉戰毛兵之類的 不然就是弓兵 火槍 但火槍可能也擋不太住 攻速太慢 好 這邊轉出了一些相公 孟家人開始轉出復合大象 那這邊大象的好處喔 是解消派科技之後 攻速又快了 又可以有這個傷害解密的效果 也可以這樣著想 所以這個相公出來之後 可能會改變戰局喔 曲子羅人開始也升到了帝王時代 開始轉出了更多工程器 開始工程波波人家裡的城市中心跟城堡 已經掉了兩個東西 基本上這邊沒有辦法再繼續打了 左邊的薩拉斯人 Viper轉出了更多的老頭 來驚喜防守 我們剛剛有講到 團戰薩拉斯人真的是蠻適合出老頭的 還有弱駝跟努力兵 好 結果緬甸家裡 直接被遊俠給打爆嗎 三台巨型投資機 直接拆掉城市中心 創民直接到處逃竄 站正面軍隊喔 這個緬甸人的軍隊還是很強 30隻喔 被標起兵 好 相公想去追擊 但是遇到哥德這邊的槍兵部隊 只能往後撤了 而且這邊有轉一些哥德衛隊喔 那這邊的相公可能會被壓制回去 這邊急需一些近戰單位喔 尤其是步兵單位喔 去防守 法蘭克可以考慮轉一些指輔兵喔 去打哥德衛隊喔 也可以考慮的 甚至直接轉出火槍喔 也是ok 那驅逐如果人要打這些步兵的話 可能就要轉還刃頭子手了 那還刃頭子手在團戰的表現喔 並沒有非常的亮眼 甚至有時候有點臘場 所以這邊如果要轉還刃頭子手 就要好好控兵喔 如果不一控兵 就很容易被頭車火炮給打爆了 好 果然轉出還刃頭子手 想要來反擊一下哥德步兵大軍 不然這些步兵大軍喔 驅逐羅倫是只靠馬舊單位 是擋不下來的 只靠相公也很困難 好 頭子車長了一發 正在圍 哇 中了 大碗的 大量的哥德規隊直接撞到城牆之後 反彈回去 吃到非常多的頭子車的傷害 好 左邊的 Viper 家裡城堡 跟自己的神聖中心 看來又守不住了 日本已經升到地名的時代 塔攻也慢慢打了出來 攻擊力8加7 還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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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射兩隻劍 總共是三隻劍的射了 總共是三隻劍 射三隻劍 射三隻劍 好 上方的 重裝騎士 直接殺到了哥德的家裡 看哥德要擋住這些重裝騎士 甚至輕而易舉 而且在深入道的後方 就會遇到日本大量的大型箭塔 大家一座防守 所以這裡要殺到肉中心 真是難上加難 左右為難 哇 真的好難 你看到這邊的騎士只剩下三隻 還有兩隻是半血 好 正面的部分 大槍相攻已經開始轉成精銳 風景變7加4 哥德這邊的部隊 開始有被前往的趨向 這個趨勢 因為 目前快要逼到哥德家裡的後方經濟了 只要被傷到農田 哥德基本上就完晚了 所以一定要趕快轉出更多的步兵單位 但只打步兵單位的話 又會被對方的還人投資手 還有這後方的工兵 大爆射一波 而且這邊現在是三加推進當中 法蘭克也慢慢成形了出來 非常多的重裝騎士已經走出來 緬甸則是還在努力守住家裡附近的礦區 雖然沒有辦法直接衝擊法蘭克人 但是在下面爐爐小小 還是可以做到一定的作用 哥德這邊努力想要扛住前方 但還人投資手加上下降攻的傷害 還是給足道了非常多的傷害 好 麥克這邊終於用巨型投資機 慢慢拆除了附近的一些大型箭塔 但拆掉並不多 反而是自己的巨型投資機被拆掉兩台 有點虧阿 好 哥德這時候鑽了一個巷口 結果直接損失了大量的哥德衛隊 還人投資手打步兵的傷害效果實在是太好了 而且哥德本身的防護力並不高 近戰防護力 所以被還人投資手打的時候特別痛阿 好 右邊緬甸人再次襲擊右邊的經濟 Viper這邊還在用老頭招搶對手 但有點快扛不住了 雖然Viper有升到帝王時代 但這裡已經不是什麼一個安全區域了 反而是非常危險了 好 看到隊友終於衝得出來 把上方的右打到半死不活了 終於有機會可以繞跑 好 再得趕快把這個巨型投資機架走喔 趕快撤了 好 協助羅倫在上方補了一個城堡 上方孟加阿倫的貢兵繼續往前推進 上方的伯伯仁復國慢慢成功 經濟開始好轉了起來 孟加阿倫則是轉出了一些戰車 然後這個戰車可能要當近戰單位用 當他的騎士喔 因為孟加阿倫是沒有騎士可以用的 好 那右這邊單打獨鬥一個人 真的是扛不住三家的攻勢 直接節節敗退 日本這邊是展出了非常多的巨型投資機喔 但是正面部隊卻是寥寥無幾喔 只有少量的長槍兵喔 在正面的營地喔 做防守 如果要只靠伯伯仁來打的話也是有機會的喔 畢竟伯伯仁也是順利升到地獄史奈 目前跟孟加阿倫有點小小的僵持當中 至於緬甸人呢 這個時候要出什麼 我覺得就去出標槍騎兵吧 不然就是出大洛馬 這兩個選項都是可以考慮的 好 麥克爾這邊直接用老頭招牆一波 而且已經有這個印刷技術關係喔 射程非常的遠 直接招牆到了三隻弱頭弓兵 好 這邊哥德把這一點都可以想要搶回來 但是192遊俠已經升級好了 大量的哥德步兵加上日本的槍兵 能夠擋得下這部遊俠衝鋒嗎 唉唷 看起來可以阿 日本的槍兵攻擊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好 後面日本使用巨型頭司機 開始架了起來進行攻擊 打掉了一些還人頭之手 但這邊有非常多的遊俠直接往前衝 想要抓掉工程器 好 抓掉了一台 第二台應該也沒問題 但後方有非常多的日本的槍兵衝了上來 好 這邊稍微把還人頭之手還有相公給逼退回去 上方的部分日本則是到處插了這個大型箭塔 也是慢慢想要去升插進去 但是上方落宮也來參戰 這邊落宮的工作 主要是要去打後方的還人頭之手 作為關鍵 還要打這個大象公兵 這是對落宮來說比較好解的單位 這一些遊俠只能靠日本跟哥德爾出步兵去反制了 好 日本的大型箭塔 傷害開始飆升了起來 好 這邊直接串燒 打掉了一台巨型頭司機 這邊串燒效果非常的好 直接串到後方 打掉前方的巨型頭司機 全部的數量 好 麥和在後方喔 開始慢慢熔了起來 3TC開農 但是目前麥和這邊呢 還是目前是三打四的狀況喔 這邊四家都已經 農得差不多了 雖然緬甸還沒事到帝王時代 但有差好像問題不大 好 很努力在下方去控圖圖 好 這邊少量的巨型頭司機 這麼被遊俠給拆掉了 好 回到正面戰場 正面戰場看起來沒有繼續推進 反而客人則是把城堡區往上插 想要來控黃金 正面的部分差不多 好 看到大象已經往左邊走 這邊遊俠拘捕車 因為有一些警命過來 上方的巨型頭司機 已經開拆下方的面子 就是孟加仁的城堡 左邊的伯伯公式 可能會繼續往前 下方這邊則是免電喔 偷偷拉了一些村民 到了下方偷挖黃金 不知道會不會抓包 馬上就被孟加仁抓包了 拉了一隻一些村民來蓋城堡 好 左邊的陣地戰喔 可能很難繼續往前升退了 裡面總共有18根的日本的大型箭塔 所以這波公式可能要被虛幻了 好 伯伯人這邊拉了非常多的弱公 到這個地方 想要來直接硬拆 因為沒有城堡了 但這邊打相公的傷害實在太高了 駱駝打馬公的額外增傷就是這麼的痛 但是相公打弱公的傷害也蠻高 但是射數來說就比弱公少了一些 而且伯伯的駱駝有這個自動回血的效果 好 點下警罐激素之後 可是這邊殘血的駱駝 待會就會變成滿血 這邊陸駱駝被藥解光 實在是很困難 可能還要靠196游小 正面硬解 才有機會擠得乾淨喔 好 這邊陸駱駝的數量又繼續來到了29隻 正面的部分還是沒有進展 但是日本用自己的巨型頭司機 開始反射趨著羅倫的巨頭 那日本這邊有這個彈射器的關係喔 攻擊速度也比一般巨型頭司機 還要再更快一點點 所以正面應該會進入焦灼 關鍵是其他的地方了 好 結果哥德從下面殺了出來 遊俠在上面也是爆了一堆出現 到了前方 但上方的部分有點快要扛不住 還會拉了一些老頭過來 招搶對方的駱駝工兵 那駱駝工兵在這個高地上 還是展現到了非常坦的坦度 好 當然這邊的大象實在是太多了 直接把路頭工兵逼掉了 好 退回家裡防守 但後方還是有三座劍塔 更多的緬甸轉出了大洛馬 果然是轉大洛馬 好 那緬甸呢 這邊淫貫大洛馬 可以讓自己的騎兵喔 對工兵增加加6點的傷害 所以出大洛馬打相弓 其實會有點額外增傷喔 但主要的威力還是在於後方 這個駱駝工兵才是重點 OK 這邊拉了一坨小駝的駱駝工兵 到了前方射後方的老頭 射掉的數量其實很多 VIPER的老頭只剩下少了兩隻 駱駝工兵只能遠地開火 但是緬甸這邊大量的洛馬已經衝了過來 駱駝工兵也在後面往後瘋狂射射 這一波看起來打得非常漂亮 這邊相弓數量還是29隻 但是感覺有點退步成軍了 尤其是其他的隊友 法蘭克人現在還要再瘋狂打雙線 正面的部分 果然有點被打退了回去 日本再把劍塔繼續往前插了過去 這邊哥德也過來支援 法蘭克抱了一堆肉馬過來 想要拆掉後方的巨型投資機 但是可能只能拆掉一台 完蛋了 日本這邊陣地戰開始打得起來 駱駝工兵也逐漸成型 緬甸的大洛馬也已經起飛了 VIPER這邊還沒有農起來 屬實尷尬 要農起來也非常困難 因為沒有黃金的部分 就算農起來也只有肉跟木 轉垃圾兵出來打的話 就只有戰毛兵可以用 那戰毛兵的話 雖然打洛工OK 但是遇到這些步兵 還有大洛馬就不太行 所以至少至少 VIPER這邊要行程戰力的話 一定要打駱駝 那現在雙方已經沒有經濟的情況下 貿易也沒有跑起來 這邊駱駝工兵只能節節敗退 已經傷到了屈朵羅倫家裡的經濟內部 左邊的地方也是被壓退了回來 巨型投資機加上日本槍兵直接推了過去 下方這邊本來是可以跑貿易的地方 但是VIPER這一隊並沒有掌握好自己的貿易陣地 所以這裡只能繼續往後撤 那貿易的部分雖然兩邊都沒有在跑 但以正面來說 黃金礦還是被伯伯仁控制了下來 正面有更多的大象繼續往後撤 這邊相公看來是扛不住了 只能打出了GG OK VIPER這邊打出了GG 恭喜YO還有DANIEL還有003還有這位BED 哇這一場大戰打的有點長 打了一個小時多喔 那看到VIPER加上 應該說VIPER有點衰吧 剛好在緬甸旁邊喔 而且VIPER確實也沒什麼好東西可以打這個緬甸的飛鏢奇兵喔 那主要是剛剛那一步喔 石頭上面喔 直接被蓋了一個城堡在這個位置喔 然後這個金就不能好好的挖 如果能預防到對方在上面喔 轉出蓋城堡的寶推的戰術的話 說不定喔 還有機會可以守下來呈生中心喔 但是有點困難喔 畢竟對方已經轉出了這麼多的飛鏢奇兵 自己則是只能用投石車阿 或者是用這個老頭去防守 其實防守效益喔是有點差的喔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遊牧比較有趣的地方吧 沒有那種平衡喔 但是有趣味性喔 但是卻可以大幅提升喔 這就是遊牧的優點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喔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日本這邊喔 非常的好 哇靠 四萬我 石頭有九千喔 超級爆瓦石頭 然後插了一堆大型劍塔 瘋狂推進跟防守 真的是打出非常精彩喔 要不是日本這邊扛下來喔 可能 真的 YOU 可能還有緬甸喔 會被一波被打倒 都是有可能的喔 那 VIPER他們這一隊的最大問題喔 是有點太堅持攻擊日本這裡喔 他可以其實轉向攻擊緬甸阿 或是攻擊伯伯上方這裡喔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有點他硬要一路往西邊推進的感覺 所以導致錯失了勝機喔 最後只能打出GG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最後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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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